为于中国藏腔移走廊带上的平武县 自古便是白马藏族的聚居区域 特殊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 形成了古老而独特的白马藏族文化 白马人有独特的语言 独特的服饰和独特的生活习性 而白马人世世代代 穿在身上的麻布衣服 就是白马藏人传统服饰 白马人服饰独特 男性为白色或青色度一开金长衫 即自制宽腰带 而白马女性的服饰最为耀眼 白者衣是白马女性的常用衣服 其在设计风格上色彩艳丽 花纹奇特 手工精致 堪称服饰一绝 白者衣以长裙形式 后面以折扇式 并多彩布料缝合而成 衣服的腰间系着一条 用绵羊毛织成的花腰带 自古以来 白马藏人穿衣 用布都是自织麻布 重麻织布 是白马藏人代代保留至今的传统 白马山寨有种植居火麻的传统习俗 而火麻是白马人芝麻布 做麻布衣服的主要原材料 白马人芝麻布从种植火麻开始 先后要历经收割 晾晒 煮麻 碾麻线 芝麻布等弱杆工序 手工芝麻布所用的织布工具 绕线架 碾线杆等都是传统工具 从重火麻织完一匹麻布约6米 整个过程需要花费大半年时间 但麻布具有染色性能好 不易受潮发霉 吸湿性好 迅速散热 耐水洗 耐热性好等特点 是白马藏人以前制作服饰的首选 现在仍然有部分白马藏人 喜欢穿手工制作的麻布衣服 现在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白马人日常服饰 也趋于多元化 加至现代技术的发展 白马人的衣服开始批量生产 特别是女性服饰 布料 花边 多由周边视线批量生产 然后进行组合 只有白马藏人男性服饰 仍使用传统织麻布工艺 织出来的麻布 作为制衣原材料 麻布的使用 逐渐在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先把我妈这个学习 然后我两个女子长大了 我把这个麻布衣服给她们 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